台中市知名的黎记饼店 去年九月中的中秋节的时候呢 不是赶至月饼发生的大火 造成员工一死一伤吗 台中地检署依照业务过失致死 劳工安全卫生法等罪 将黎记的老板起诉 中秋节台中社口知名的饼店 因为店里的烙斧干燥机 注入燃料过满 在操作的过程中 引燃火势 造成两名员工当场烧伤 抢救的过程中 其中一名张姓员工不致死亡 饼店老板被递检署起诉 根据了解老板展现和解诚意 如果死者家属提出赔偿金额 目前还在谈判中 还没有达成共识 因为饼店赶工作饼 让员工造成严重烧伤 才会在中秋佳节悲剧产生 由于张姓老板没有在事发后 24小时内向老检局提出报告 也可能涉嫌 劳工安全卫生法的处罚 台中地检署也依业务过失 自死罪将李继老板起诉 中间新闻里 孟章杨小涵台中采访报道